爆炸声响后 右侧建筑冒出巨大火光和浓烟 13号上午7点50分 发生在河北燕郊的恐怖爆炸瞬间 被多辆行车记录器拍下 吓人的爆炸威力 让各种杂物朝四周喷射 一名红衣女子慌乱奔逃中 被从天而降的杂物 砸中了头部倒地不起 一旁轿车乘客 则是被吓到汽车逃生 发生爆炸的炸击垫 四层楼建筑面目全非 对比事发前的照片 可以明显看到 屋顶墙面几乎都消失 和废墟没两样 炸击垫周边多栋建筑也惨遭波及 有整栋大楼玻璃破碎 另外街头上仿佛成了战场 漫天烟尘 多条道路有数不清的私家车 计程车玻璃破碎 车体变形被丢在大马路上 多处冒出明火 四处都能看到奔逃的民众 河北燕郊距离大陆首都北京 只有大概一小时车程 上班尖峰时刻传出爆炸事故 引发国际关注 官方初步调查判断 爆炸原因是因为炸击垫燃气泄漏导致 当地多家燃气公司到现场检查 官方紧急疏散周边500公尺居民 TVBS新闻张家宝林敏珍 综后报导 想看最完整的新闻内容 记得下载TVBS新闻网APP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